作季 爱佳人爱终生爱地球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学习发菩提心 依照四个因缘帮助我们发起菩提心 虽然菩提心是我们众生跟佛所具有的本质 是觉性 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还是一样是在众生烦恼之中 所以我们要学习有善因缘来助长我们发起菩提心 所以在中国天台中智者大师 他非常重视发菩提心 而且赞叹发菩提心 所以在他的小指观的正果最后一章就谈到发菩提心是初发心 可是呢也是等于是正果 等于是最终跟初发心是一样的 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有菩提心而发菩提心 那我们有菩提心也等于是没有作用 没有用 那如果我们开始发菩提心了 那虽然我们还是凡夫众生 我们还是有烦恼 可是我们既然发菩提心了 那我们就有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在过程之中 我们就会掌握一切的善法 与菩提心不相违背的 然后就在过程之中 都是朝着正果成佛的目标 所以在过程里面 我们都是能够落实在菩萨行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初发心也等于是正果 所以这个是智者大师也看到 我们能够发菩提心的重要性 那我们接着呢 再继续来谈四种 助长我们发菩提心的因缘 我们已经谈过了第一个 思维诸佛 还有第二 观身过患 从这两个 一个是让我们发起 仰慕诸佛的心 诸佛是已经从菩提心的觉性 而经过累劫的修行 正果的觉性圆满 所以称作佛 那我们现在还是凡夫众生 我们要发菩提心 一个是有仰慕的目标 一个也要是对我们自己的处境 我们要了解它是不圆满的 而起艳离心 初离心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才不会对我们自己 起执着 而且从执着里面呢 我们就是造成我们自己 本身的种种的贪生吃的烦恼的滋长 所以我们上一个单元谈到观身过患 也就是对我们这个摄身是摄受想行事 是地水火风 有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 那物质性的常留不静 是非常臭恶的 那精神性的 我们又常常在贪生吃烦恼里面 让我们的心不自在 让我们的心会感到逼迫性 所以要观察我们这个摄身 我们的精神是有烦恼的这样的情况 实际上是如泡如墨 是念念无常 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心念 我们要能够看到 它其实是一种面头的流转而已 我们就不要在我们自己的心的这种 自我的执着性而起贪跟撑 而且能够在保持一个安定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来真实的观察 我们的内心的真实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的念头 其实是来来去去的 那我们能够观察的这种能力 其实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那从这样子里面 我们就开始 对我们的无始以来的 很容易成为一种固定模式的 这个思想念头 我们才会打破它的一种固定性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是能够帮助我们 厌离我们这个摄心二法 所以能够帮助我们 转化发菩提心 所以这个是前面两项 帮助我们发菩提心的因缘 那第三第四项呢 也就是我们要真正去 落实成就菩提心的 菩萨行的过程 所以第三是持敏众生 第四呢 是求最胜国 从第三的持敏众生呢 也就是落实在菩提心的行动力 它要在行为里面去成就菩提心 所以华音经以善才童子的求法 向文殊菩萨请示 要如何去发菩提心的落实 那经过文殊菩萨的指示呢 是要去参学善知识 那每一位善知识都是告诉善才童子呢 他们过去是累结如何的 发菩提心在行菩萨道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 发菩提心要去成就的时候 就是菩萨行 也就是要从利益众生的实际行为 实际的功德来成就的 所以在华音经里面呢 就谈到说 我们因为菩提心 而能够成就一切菩萨行 那三世诸佛呢 也都是从菩提心而出生的 所以我们既然有菩提心的种子 我们也就是要落实在菩萨行 就好像是把我们的菩提心 是加以灌溉 所以菩萨行就是养分 那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呢 都是要在利益众生的行为里面来成就的 所以第三个能够助长我们发起菩提心的因缘 就是持敏众生 那我们自己是众生在苦恼之中 那我们现在发了菩提心想要离苦得乐 那一切众生也还在苦恼之中啊 所以我们也要看到众生呢 他被无名所负 所以 所以众苦所缠 急不善业 受大惧苦 舍离正法 信受邪道 那莫在烦恼合 不求解脱 转照众恶 所以呢 因为观察到众生的苦啊 所以不忍众生苦 而悲念众生 所以要发菩提心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 从慈敏众生里面啊 他就是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的特质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看到我们自己的苦 而要厌离 不愿意再受我们的色心恶法的这种支配啊 为了要享受或者是为了要成就我们自己的这个我慢啊 我们自己的这个地位啊 那这个部分呢 还不是真正落实在菩萨行 菩萨行要成就众生的这样子的一种 那慈敏心的发展 那发起的时候呢 他才是真正落实菩萨行 所以从这样子的培养 应该是我们除了观察自己的苦以外 也要多去体会别人的苦 所以从观察众生的苦 那我们自己本身呢 就有感同身受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心开始转移 转移对自己的关切 而能够去关切到别人 所以如果我们的心能够转移到观察别人的苦 而去体会别人的苦的时候 基本上应该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这一些的问题啊 也会减弱 因为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专注 注意力都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自己的这一些的苦啊 那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个苦又加倍 那如果我们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别人的苦上面 那应该是我们就不会觉得说 好像是只有我一个人很苦 我自己在受苦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也才能够生起这种悲心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才会愿意去付出 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能力再多培养 那这样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激发我们的生命力啊 我们就会觉得说 我们的生命是有很大的用途 我们应该是好好的来善用它 所以这样的时候 那我们才会体会 这个华严君说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生命力呢 是建立在一种利益 众生的这样子的一种考量 所以这样子的生命应该 才有它的无限性可以发展出来 那第四呢 那第四呢就是求最圣果 也就是佛果 就是我们能够观察诸佛的圆满庄严相好 有三十二相 有八十随形好 那这些的相貌呢 都是诸佛修行而正德的 我们说有相就有它的体 有它的体经过修行而呈现不同的相貌 所以世间一样的体 可是它会有不同的相貌 也都是经过这个心是怎么样子用的 所以呈现出来的相就不同 那佛的相好 也是因为诸佛 它的累劫的修行 自己已经断除贪生吃烦恼 然后又能够有界定慧 能够利益众生的慈悲心 所以佛的知见是清净的 佛是具足实力 是无畏 他都知道一切世间的诸法的真相 那能够体念众生的悲心 所以发愿度化众生 在佛的本质 是已经把决性成就的一切志 所以在佛的境界里面 他不是一个好像是外在的去追求到一个 好像我们众生不存在的一种境界 而是在佛跟众生所共同具有的这样的菩提心 去行菩萨道而成就出来的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自己好像都还不太很清楚 那我们就需要说要透过界定慧 是佛所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修行方法 我们也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落实 所以菩提心这样子的一种修行 就不是一种抽象性的 而是从我们具有的一种本质上面 要去透过行为去把它成就出来的 所以第四个因缘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发菩提心 是要让我们知道佛已经挣到的这样的一个果位 它是我们应该要能够去探讨 去追寻去学习的目标 所以佛在修行过中能够灵灵众生 可是他自己是常住在极静的法身之中 所以佛它是清净没有污染 那是因为佛已经在无始节来的这样的修行里面 他们已经证悟到了 成就到了这个菩提心 所以在四种的方法因缘 也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发起我们众生所具有的菩提心 就是思维诸佛 还有对我们自己本身能够观生过患 那对众生要发起慈敏的心 然后呢也要对我们自己勉励能够去实践正果 所以在这个四种的因缘里面 我们要落实在发菩提心的时候 在经典里面就提到说 那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发愿的一个动作 那最好呢就是在大众之中能够发菩提心 也就是说像善才童子他向文殊菩萨表白 说我现在已经发了菩提心了 所以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宣称 就由这样子的发愿 他就落实在实践之中 就没有再退转 所以说我们在发菩提心 能够在大众里面宣誓说 我现在已经发菩提心了 那如果呢我已经发愿发菩提心 那再起一个污染的心 有贪嗔痴 那这一些的行为呢 这等于是违背我们发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愿力 也是欺骗十方及现在诸佛 所以发菩提心的作用呢 他可以兼顾我们的信心 这等于是说 我们对自己呢 有做这样的一个誓愿 那我们就要来观察我们自己的身口一三叶 那菩提心既然是究竟圆满的 那我们现在在凡夫的境界里面 因为发了菩提心的这样的愿力呢 也就是我们在凡夫地 可是呢 我们已经在行佛行而正佛果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就等于是发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善愿 所以从发菩提心里面呢 实际上就落实在行菩萨道 那我们从华元经里面 在善才童子参道第五十一位的弥勒菩萨 所开示的内容就有很多呢 就是在教导善才童子 能够知道什么是菩提心 那在开示完以后呢 弥勒菩萨呢 就用一百一十八句来形容菩提心 就把菩提心呢做很多的辟喻 所以呢我们也借用 华元经里面的菩提心技能 我们来了解一下 弥勒菩萨所教导的菩提心的作用 在一百一十八个菩提心技里面 第一个他就谈到说 菩提心者犹如种子 能生一切佛法固 这个是把菩提心批育作种子 是有能生的作用 而且能生的是一切诸佛法 就等于是菩提心的本质就是觉性 那觉性呢 也就是能够知道说 什么样子的行为 对我们生命是最利益的 这种利益呢是根本的利益 所以一定是善的 一定是清净的 所以称作觉 这样子的觉是能够看到 我们自己的生命 它的最尊贵的本质 所以菩提心就像种子 能生一切诸佛法 那佛法也是佛的本意 就是觉嘛 所以能够生一切诸佛法呢 也就是把我们的觉性 能够看到每一个众生的生命的根本的问题 大家都是能够希望安乐 大家都是希望能够离苦得乐 大家都是能够把自己的生命 做无限的提升发展 无量的成就 那这样子就是最究竟的觉 所以说一切诸佛法 也就是把觉性能够开展到最究竟 那第二个辟育呢 弥勒菩萨又提到说 菩提心者犹如良田 能够长众生癌净法固 也就是菩提心就像是一亩 很好的田 那这个好的田呢 是能够种植各种的植物 所以在这里呢 是批育做我们的心 是很好的一个肥沃的田地 那在这个田地里面 我们要能够生长 众生的各种的清净的法 所以我们要学习 能够看到诸法的无常法 我们也能够看得到 那我们要学习 能够利益众生的慈悲心 它也可以成就得到 所以我们这个心 就像是一亩两田一样 那我们要去耕种 就是我们要去 把我们的心 善用在真正的利益上面 所以我们的心 因为有这样子的 无量的作用 所以我们称作菩提心 基本上就是 它的无量的善用的心 那第三呢 是菩提心者 犹如大地 能持一切诸世间故 第三个是把菩提心 用大地来批育 所以是用大地能够受持一切 一切在地上的 这样的能够存在的特质 所以说能够持 持就是把持 就是受持一切诸世间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 就是因为有这个大地能够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站在地上 我们能够放多重的东西 我们建大楼 我们可以这个山 河 这一些大海 也都是在这个大地之上 不管这个海 它多深 到最后它也是地 那山呢 它多高 它也是建立在这个地的基础上面 所以把菩提心来批育做大地 就表示说我们的心是能够忍入 我们的心可以去承受多少的工作 我们的心都可以去受用的 所以我们可以好像是无边无际的这样的虚空一样 去承载一切的善法 一切的这些忍入的心 所以从我们这样子举的这个三个辟喻 弥勒菩萨的教导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菩提心 它又能够生产一切的决性的善良的法 然后菩提心又像良田 可以去成就一切菩萨行 这一些的这种作用 然后它又可以容纳一切 所以它好像是虚空一样 又好像是一亩良田 又好像小小的种子 可以发挥无量的作用 所以菩提心好像是一种全方位的 这样子的一种多功能的作用 那这些都在我们自己的心里 就是要善用 我们在经典里面 大乘的经典都是强调发菩提心 要能够行菩萨行 华严经非常的重视发菩提心 在《入法戒评》里面 善才童子也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所以他得到文殊菩萨的教导 而宣誓发菩提心 然后参访五十三位的善知识 每一位善知识都是教他如何能够发菩提心 而落实在行菩萨道上面 那其中第五十一位的善知识 就是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在教导 善才童子的开示里面 都是强调发菩提心 那么其中就是有118个剂子 都是在把菩提心来做辟育的 所以我们之前也有提到 菩提心犹如种子 菩提心犹如良田 菩提心犹如大地 那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再继续来了解 菩提心在弥勒菩萨的教导里面 他还有其他的一些的特质的辟育 在其中有提到 菩提心者犹如大风 普于世间无所爱故 就把菩提心批育作风 而且是大风 所以风它是流动性的 它是能够在任何有空隙的地方 它都可以穿过无碍 所以普于世间无所爱故 那用大风来批育菩提心呢 就展现了 菩提心有能够无碍 普及于一切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跟特质 那在这里 特别说 普于世间无所爱 应该是 就是菩提心 它是一个悲心 那菩提心 它是一个柔软的心 所以在世间有障碍 世间有挫折 它还是能够通行无主 所以这个辟育 让我们可以学习 把菩提心落实在 好像大风的这样子的流畅 无所爱的这样子的一种显现 所以说 菩提心者犹如大风 普于世间 无所爱故 再有辟育 把菩提心来辟育 圣火 就是非常茂盛的火 能烧一切诸见心故 也就是说 菩提心 它就好像一盆的烈火 能够把一切的心 就是财 就是这些的财木 能够把它烧尽 那这些财 它是把它批育 所以是我们的诸 众生的我见 这一些的所有的执着的不正见 也就是我们的所有的 对世间认识的这一些的见解 观念 我们的想法 这一些都是我们众生 很容易 就是凭我们自己的一个 我们的众生的习性 我们就认为说 世间就是我看到的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众生就好像是井底之蛙 我们所看到的 因为我们的心 是被贪生之所障碍 我们太多的执着 所以每一个执着 就把我们的心 就一个障碍 一个障碍 所以我们看不清楚 这个世间的一切的 这一些的真相 那要真相能够看得到 我们的心要能够清静的 没有遮障的 那这种的心是很安定的 很清静的 那这样的时候 的心就好像是一面明镜 能够看到一切的诸法 也就是一切现象 它真正的这种实质的状态 所以那个是没有我见 没有这一些的这种遮障的 所以把菩提心来批育做 这种圣果 能够把我们众生的 这一些的不正见 就好像是财木一样 把它烧尽 所以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菩提心的 一种大的功能 大的作用 所以菩提心不是静止的 不是止静不动的 它要有作用的 我们不好的 它还要把它 就是烧毁 是这样 所以菩提心 有像种子能生 像良田 可以增长我们的这些的善法 它也有破坏力 它的破坏力是要破坏我们不好的 所以看到菩提心 它的这种全方位 多功能的这一些的 不同的面向 那我们再看 下面的一个辟域 又把菩提心来辟域如明灯 能够放种种法光明固 所以菩提心又有能照 这样的功能 就当作是光明灯 能够放种种的法 的光明 所以在这里的光 主要的是 我们有种种的 正确的这一些的认识 所以说种种的法 所以这个法是指佛法 因为我们对法的认识 它就是一样的现象 有两个层面 我们如果以众生的贪生吃的 这样的看法 我们就把一样的世间的现象 我们就是当作众生法 就叫做诸法 就是我们众生的程度 所看到 是由我们的贪生吃 而且执着的 这样的一个解读 可是如果是有智慧的 我们去除贪生吃烦恼 而能够就诸法 世间的种种的现象的 本质去看待它 我们是纯粹很客观的 这种认识作用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叫做佛法 就是有觉悟的法 那个时候的法 是跟现象本身的本质 是符合的 是这样 那不然的话 一样的对象 我们世间有的人 他会很喜欢 可是一样的现象 也许有的人是很讨厌的 就同样的花 有的众生是喜欢 某一种花 玫瑰花 那有的众生呢 他是喜欢百合花 他看到这个玫瑰花 他就不喜欢 那同样的这个对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喜好 那就表示说 我们众生是有一个我见 所以对同样的境 他会有不同的反应 那有的人 他看到一个现象 他会好像会哭 可是有的人他看到他会笑 那就是跟他自己的经验有关 所以这个就是众生的一个 他的自己的一种习性 他会变成对外境看到的是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的明灯呢 是说 我们都看到的这一些的对象 都是如实之见 所以这个时候呢 诸法就变成佛法 他是觉悟有智慧的这样子的观察 所以这样的时候就不会起我执 然后这个时候会看到的诸法 都是光明的 是这样 所以说 菩提心者 犹如明灯 能放种种法 光明固 所以这样的法是 佛法 是觉悟的法 所以这个时候看到的法都是 都是透明的 所以都是光明的 没有遮障的 那另外 又把菩提心 能够打开来看到一切 善法的落实 利益 众生的菩萨行 就是我们现在发的菩提心 那我们就打开了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大门 我们开始要去行菩萨行 然后呢 又有把菩提心者来辟育做慈母 我们自己本身在心里有一个妈妈 那这个慈母呢 它能够生长一切诸菩萨故 也就是说我们的菩提心 是一个慈悲的母亲 她能够看到终身 都能够爱护 所以让我们可以推动去行菩萨行 所以能够这样子行的时候 我们就在成就菩萨行 所以都是由菩提心来生长出来的 所以它也是慈母 用这样的辟育 那另外 又有把菩提心来辟育做君主 就是国王 菩提心者犹如君主 胜出一切恶称人故 也就是说 菩提心是行菩萨道的 所以发菩提心 就是一位菩萨 所以能够发菩提心 这样的菩提心 这样的一个特质 就是国王 那来辟育说 它比一切的恶称人 还要殊胜 因为恶称人就是 身闻圆绝 那身闻呢 就是能够看到 诸法 这个世间 是苦 所以 它要断苦的因 所以它要 能够灭 我们的这些痛苦烦恼 所以它要断贪嗔痴 所以修灭 这样子的一个行道 所以说苦疾灭到四地法 那这个是身闻 那另外的圆绝呢 就是看到一切诸法 都是因缘和合 所以一切诸法呢 它没有本质 是永远不变的 所以看到这个因缘法呢 它的心 就不起执着了 就马上就正道自在 所以对菩萨来说呢 二证人是看到的 诸法的 一个本质的现象 所以对它来说呢 它也可以解脱烦恼 可是二证人呢 如果它没有发菩提心 把我们众生都具有的 菩提心来成就的话 它虽然看到了诸法的真相啊 可是它没有去善用 没有去利益众生 所以呢 把菩提心来批育做君主 最主要的是来凸显 菩提心 它是能够利益众生 能够落实在菩萨行的 这样的一个殊胜功德 所以以这样子来说呢 它就比身闻圆绝还殊胜 所以说 菩提心者 犹如君主 胜出一切恶称人故 是这样的原因 那另外 弥勒菩萨 又把菩提心来批育 善见要亡 因为能够破一切烦恼病故 所以说 菩提心者如善见要亡 能破一切烦恼病故 就是把菩提心来批育做药王 是能够医病的 所以这样子的药是要来医治我们众生的这一些的烦恼病 那众生的病呢 其实都是从心来造成的 因为心的这一些贪嗔症烦恼 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不好的毒素 所以菩提心正好来医治我们的 这一些的贪神痴的这种弊病 所以菩提心就好像是要亡 一有发菩提心的时候 什么病都医好了 我们的这一些众生的烦恼的病都医好了 所以菩提心是要亡 它是善见 就是能够看到真正对我们众生是绝对有利的 所以它是善见要亡 它还能够断除我们一切烦恼病 所以菩提心者如善见要亡 能破一切烦恼病故 那这个庇域就是能够发起菩提心 就能够对峙我们的烦恼 那下面又有 把菩提心来辟喻 由如大导师 善知菩萨初要道顾 也就是以菩提心 它就是有善的趋向 能够引导我们 能够行菩萨行 知道去行菩萨行 而落实在修行的 这样子的一个大道上面 所以说菩提心者如大导师 善知菩萨初要道顾 所以能够引导我们众生 走好的大道 所以是个大导师 所以发菩提心的时候 这个心本身就有一种自然的趋向 可以引导我们 那再有把菩提心来辟喻做福藏 出功德才无愧乏故 也就是菩提心是一个聚宝盆 这边的福藏呢 因为在藏传佛教是有这种 有修正的这种祖师大德 那他们把他们所正道的 就是放在虚空 放在任何的这一些的 这种我们的世间的 这一些平常一般的肉眼 看不到的地方 他把他正道的这些的境界 法宝啊 这些他放在那里 那在这里呢 他是把菩提心 把他辟喻做 他是我们众生看不到的一个宝藏 那这个宝藏呢 他是好像是聚宝盆 你要什么 他就可以有什么功德出来 因为只要我们愿意去 落实在菩萨形上面 那菩提心 他本身就是一个基础 那我们要去寻什么善法 我们都可以成就 是这样 所以只要有一个菩萨形 我们就成就一个菩萨的功德法财 所以没有匮乏 没有缺乏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 就是要等着我们去善用它 是这样 那反过来说 众生也是用这个心 他就去造就地狱恶鬼畜生的这样的国报 也是把这个心错用了 所以在发菩提心这样的考量 他是正面的 是光明的 是无上的 去从成就佛果这样的一个 这种大方向来提升的 所以这边的辟誉说 菩提心者犹如福藏 出功德财 无愧乏故 所以我们的菩提心就是一个宝藏 我们去成就它 是完全没有缺乏的 那又把菩提心来辟誉 就是从地涌出来的这个泉水 能够生智慧水 无穷禁固 所以菩提心是一个 我们的生命的 这个活水源头 它是源源不断的 如果我们能够对一切诸法 要能够真正观察的这种智慧 它也没有穷尽 所以我们这样子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信心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像学佛 我们好像还没有这个智慧 那我们好像不是那么 懂得这一些的道理 那实际上呢 在这里就是让我们有一种信心 就是我们的菩提心本身 它就是能够生智慧 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善用 那我们自然就可以发智慧 所以我们要成就的 这一些功德法材 都是从我们菩提心的 这个种子里面 本来都具备的功能 只要我们去启动它 它就成就 所以说菩提心者 犹如永泉 生智慧水 无穷禁锢 是不会枯竭的 这个是一直都会冒出来的 所以我们好像每一天都在开智慧 每一天都在发菩提心 每一天都智慧无限 那下面又有把菩提心 辟育作莲花 所以说菩提心者犹如莲花 不染一切诸最构固 就是我们世间看到的莲花 就是最出胜的一个花朵 在妙法莲花经 就是用莲花做辟育 也就是莲花是花果同时 就是小小的一个花苞 它的莲蓬也在里面 那就表示说 我们只要一发菩提心 我们的佛果 我们的菩萨的果也在一起 只要一发心 那我们的果有在 那当然众生的因果也是这样的道理 只是说我们发菩提心 它是成就清净果报的 所以用花来辟育才美 那这样的时候 它的特质 也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赞叹莲花 出淤泥而不染 就是莲花因为它的这个根 它就要在这个泥沼里面 那泥沼通常就是好像泥巴土 它好像是脏的 可是莲花呢 哇 它亭亭欲立 它一长出来的时候 它这个花呢 一点泥巴都看不到 就是非常的清脆 非常的就是清净的 所以菩提心 它是在我们凡夫众生的心 可是呢 它能够成就佛菩萨的果位的时候 哇 一点染污都没有 它是清净的 是智慧的 是慈悲的 那我们将弥勒菩萨 对善才童子所开示的 菩提心的这一些的辟育 就让我们看到 我们众生所具有的菩提心呢 它是非常的具备多种功能的 那都是要我们能够发了 这样的善心的时候呢 落实在菩萨心里面来成就 我们大家一起共勉 我们也把学习的功德来回向 愿于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 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八观灾界 即大非灿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日期1月22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高雄生命书方举办 念佛共修 即佛学讲座 恭请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领众 日期1月27日星期四 下午2点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 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现场备有消灾操建牌位 欢迎填血 从前 有一位国王 为了体察民情 经常出宫寻室 他来到城中 放眼望去 见识富丽堂皇的房舍 和热闹繁荣的市集 国王心想 我的国家真富有 百姓生活美满 物质充裕 于是 他想进一步了解 国内有多少富人 这些富人又有多少财产 一天 国王探访一位 号称全国最富有的长者 好奇地问 请问长者有多少财产 内外的财产 共有4000亿 我拥有整个国家 财产也只有4000亿 为什么您能独自拥有4000亿呢 而且内外又是什么意思 国王陛下 我外在的财产有1000亿 能拥有这些财产 首先要感恩您 因为在您的国土上 我能随心所欲的费如梦 再来我要感恩所有帮我赚大钱的人 不论是原料工艺商 还是产品制造人 或是销售的人 以及我自己的奴仆眷属 为我尽心尽力地努力付出 因此这些勇情的财产 是来自于这些点 合计大约有1000亿 到另外的3000亿呢 另外的3000亿是指我内心所拥有的财富 因为我心中有佛 佛头的张言以及慈悲 智慧增富了我的心 我口中有法 经常说好话 还有我天天身行好事 所以我把这些内在修行价值 估价为3000亿 加上外在的财富1000亿 我的人生内外财产共有4000亿 国王听了 连声赞叹 心中有佛 口中有法 深情好事 原来这3000亿就是我们用不完的分负资产 学佛多一点 现今的父母稍不注重管教孩子 他们就会成立在物质的享受中 不懂得金钱该如何运用 常常不但不知足 甚至贪得无业 因此长大后制造了不少的社会问题 爸爸妈妈因已故事中 什么才是人们真正需求的财富 来教导孩子 不要让孩子只注重欲望的谈求 忽略了累积心灵营养的重要 佛教所说的福田是指敬田、恩田、悲田三田合一 凡是对佛法生实时心生尊敬就是敬田 心中永存对生生世世父母的感恩心叫做恩田 为受苦的生命救助 与付出心力则是重悲田 如果我们对这三件事都能死悲地做到 福报怎么会不来呢? 护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一切菩萨摩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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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